我们带来看最新画面 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呢 今天是在新加坡见了李显龙之后 马步停蹄 王毅已经抵达了马来西亚 槟城在刚刚下午三点左右 跟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 两个人进行会晤了 好 先带来看这个王毅抵达的 一个机场的画面 好 透过画面除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马来西亚 是派出了槟城的看守首长 他叫做曹关友 亲自到机场接机之外呢 王毅也是搭乘安排好的专属车辆 一下飞机之后 直奔酒店跟安华来见面 比较特别的是为了这一场会晤 双方其实诚意满满 为什么呢 这个你看到王毅他是来到了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所在的 槟城的当地一间酒店来见面 为什么地点会选在饭店酒店里面 其实主要因为明天8月12号 星期六是马来西亚当地的 六周选举 所以呢 等于是今天是选前一天 拼选战的时刻 安华呢 他原本行程就很满 但是他为了王毅 还是愿意挪出时间 选在酒店里头 跟王毅两个人进行会晤 好 透过画面哦 你可以看到这个顺序哦 其实刚刚一开始是安华 他是提早来到了酒店来等王毅哦 那随后呢 王毅也抵达了 马来西亚方面呢 这个外交部长啊等等的一排官员 通通早就在酒店外头 在等这个王毅哦 双方是热情握手之后 然后进去酒店来见面了 那么安华跟王毅两个人会晤的画面也曝光了 你看到安华他是身穿这种大马的传统服饰 王毅西装笔挺 两个人呢握手寒暄 坐下来谈共商的事加强中马关系 那当然啊 明天是大马的选举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学者也解读了 今天安华跟王毅见面 其实有助于所谓华裔的选民出来投票 以及很多当地的民众希望 中马有所谓更进一步的经济贸易 这个的关系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呢 他认为今天这场会晤 对选情是有帮助的 那王毅也预计在马来西亚停留两天 之后就会转往了柬埔寨 这是最新画面提供给您